孫外乔男朋友时尚盘点 手机炫四包有着共通点 孫外乔在新剧男朋友饰演饭店经营人 身为女强人代表行头当然很有看头 第一集就狂秀四个包 不过仔细研究她拎的包背后似乎都有意涵 被钱婆婆说有点过头的GUCCI SIVI迷你恋代包 是创业总监Alessandro Michele 以法国女星学儿维当瓦为灵感来源 她走红于60年代 当时不顾父母反对当上歌手一炮而轰 承受披头四肢腰同胎 美丽外表下有着坚毅的个性 成为Michelle的没有死女神 Civvy Black 以目的红蓝色织带 就以雪儿穿着风格呼应 凯莉包则是因为摩洛哥凯莉王妃 拿来遮韵度以炮而红 迪欲经典不至的Lady Dio包款 是因戴安娜王妃永戴而红 香奈儿2.55包则是香奈儿女士所创 而她们都是独立自主女性的代名词 刚好呼应宋慧乔在剧中身为名流 内心却渴望自由自在的角色 而一向爱用国货的宋慧乔 最终所穿的这两套洋装 兼来自韩国的AboAbo 千奇与扑宝剑情缘的高跟鞋 也是出自韩国品牌Sukoma Pony 这两个品牌都是女性设计师所创 让整处具隐藏鼓励女性独立自主的遗憾 这样存钱买一看这感觉 是不是有瞬间减少许多啊